健康无分年纪 健康不论贫富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精灵一点 健康未注射 Hello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港台电视31 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 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 健康资讯节目 精灵一点 来到3月14日星期四 节目主持有叶韵怡和余日峰的 Hello Dennis Hello Vivian 你好 昨天见你拍郑瑞文 都已经容光万发 很精神 我容你见我已经晒黑了 有点健康膚色的样子 最重要大家都开心有健康 今天我们有健康人物专访 首一小时跟大家关注一下 外资多一点点 以前听到外资病 就觉得敬而远之 会不会传染美我 怎样传染途径 也很担心 这个好像是世纪绝症 随着这个鸡尾酒疗法 听到有很多医疗进程 令到大家的担心都要少了 但其实就不能够忽视风险 怎样可以认知这件事 稍后也会有朋友跟我们说 是的 认知高了 在推广方面 预防方面 会不会有容易阻定 还是有其他挑战 再加上 近年都会关心到 就是HIV的带菌者 在生活上 怎样可以和病毒共存 好一点的生活质素 稍后时间都会有来自 香港外资病基金会的两位嘉宾 和大家说一下 回到一台直播室 2点至3点钟的时候 有医学会会诊日 今天说一下心跳与运动 会出现的危机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新闻 可能做着运动的时候 突然间出现一些状况 令到生命都受到威胁 甚至乎猝死 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件事 稍后会有心脏科的专科医生 跟我们说一说 好 这个时间事不宜迟 进入我们的健康人物专访 好 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朋友 分别是来自香港外资病基金会的 总管事黄文达 以及他们的高级项目主任 艾嘉辉 Hello 梁槐 老师好 先叫总管事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这个在香港来说 外资病的累积的感染数字是怎样 其实就截至最近 卫生处 卫生服务中心 直到12月31号 那个感染数字 其实香港的感染率 在全世界来说 是都算低的 不过这40年 由84年至2024年 那个感染率是累積个案 HIV的感染就是12000多种 然后外资病病发的数字 就是2400多种 我想基金会要做这个工作 当然要密切留意数字的变化 例如去到今年 其实现在仍然是3月份 艾生可否说今年的情况又是怎样 其实上星期卫生署出了上一季 即是2023年第四季的最新数字 它的数字都是保持在100以下的水平 最新情报感染 外资病病毒的个案是95宗 男士卫75宗 女士卫20宗 而外资病情报个案是14宗 其实过去几十年 那见到那个趋势会不会 可能感染率我们叫做都不是很高 但是有年轻化或者有其他一些担心的 我们叫走线位 我们需要留意的呢 其实就 至到80年开始 一路有统计以来 一路是上升的 那上升趋势 就是一路都令人担心的 但是就去到2015年 那就开始有个下降的趋势 那就是每一年都是一路有下降的趋势 那就到上一季 那就是低一点 上一季最新的数字就是95宗 跌破就是100宗 那样 不过这个趋势 我们就要看回很多因素 那会不会是疫情的时候 可能少接触 因为你知道HIV或者外资病 都透过一些亲密的人与人的接触 或者性接触 可能是会那段时间就少了接触 会不会是因为会是低了数字 又或者少了人去做检测 那就会是少了 这个也是要看回趋势 我想要再等多几贵的数字 我们才知道趋势 那这个数字是 刚才我说的就是2015年 开始下降 去到2024年了 但是你说有没有年轻化的趋势呢 我们看的数据就是没有的 其实我们手头的数字 我们看不到感染者 那个年纪的趋势如何 不过最受感染族群 我们就有个数据 大概30至39岁 男女也是 这个就是最受感染族群 是 那你们的日常工作 当然会接触很多 可能是来做测试 或者已经是确诊 带菌症等等 但是都会有很多公众的面向 其实你们看到现在 大家对于爱之病的认知 或者看法 会不会好像刚才我和Vivian 一开始说 都有很大的分别在那里呢 其实就有改善的 正如Vivian刚才说过 以前百多年的时候 就是世纪绝症 就是中了就死硬 其实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当年的时候 就随着 刚才说过 鸡尾酒疗法的一个 发明 还有公众 对于这个疾病的认知 是多了 其实是有改善的 对于人体的健康 其实真的受到药物控制 就不会好像以前那麽厉害 不过有改善之余 仍然是需要努力的 因为很多误解 譬如尤其是香港 或者是世界都是 误解就包括 会不会是某一个族群 才会有这个病呢 很多人觉得 会不会是男性接触者 或者譬如男性 可能去找一些性服务的 或者是做一些性工作的女性 才会受到感染的呢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标签 很多时候 公众就觉得 不关我事 我只是得 我的单一成本来 或者结婚 有老公 有老婆 不关我事 其实就不是 但是那个标签 就仍然有在 因为主要 HIV 或者外滋病 是透过性接触传染 有个标签 就觉得患者 会不会是比较开放一点 私生活不检点 甚至是性濫交 或者男性女性 你都是周围搞的 所以才会有这些疾病 这个仍然在我们香港社会 是很普遍的一些标签 误解和歧视 是 但是我想 刚才说的 就是几十年前 开初的时候 那件事是因为 这个是绝症 不同的癌症 癌症是绝症 大家都不会 那么害怕 告诉别人 或者被发现 我有绝症 但是如果是外滋病的话 就真的 那件事 你有的话 你病好了 你不要走出来了 那个风气 当时真的是这样的 不止当时 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是的 社会也是 始终 对于 我说的是误解 误解 或者是不了解 或者是歧视 那就是 刚才我再说过 很多人以为 觉得是男的性接触者 或者是性生活 比较开放 或者是很多性伴侣的人 才会有这个病 其实不是的 其实病毒 没有看人的 机会均等的 当每一个人 是有一个性接触 为什么HIV 会是性接触 因为是透过血液 和体液接触 而接触 是接触到人体的伤口 或者是脸膜 所以 这个病 很多时候 都是大部分 大部分 都是性接触传染的 所以 有性的联系 就会觉得 是有些标签在 所以 所以就是 很多误解在这里 是的 就是说 外肢病 我们经常说 也是患者 但是也会 认识更多 就是HIV 这个病毒的大群 感染的朋友 或者是真的外肢病的病人 其实这两者的分别 或者是否一个进程 这方面的危生 你说一下 其实是有分别的 因为当一个人 如果接触到 外肢病病毒的时候 其实病毒 就会在 他的身体里面 但是 他会攻击 身体里面的 一些免疫系统 就是我们身体 有一个叫做 CD4的白血球细胞 他们病毒进入去的时候 就会不停在里面 复制 而破坏这些白血球细胞 令到白血球细胞的数字下降 下降到某个水平 就有机会 引发成一个外肢病 明白 但是 很多人以前觉得 感染外肢病 一来到就是AIDS 即AIDS 实际上记得这四个字 但是和HIV 现在还有很多迷思 大家不太知道 不太分得清 即现况 你们接触的朋友 是否都是这样 大部分的人 都是不知道 或者是误解的 其实呢 我就补充一下 嘉辉这么说 其实HIV 是一种病毒 这个病毒 就会引发 对于免疫系统的破坏 就是这样 这个病毒 但是如果是接触了 或者感染了这个病毒 其实呢 它并不是一个外肢病的患者 就是外肢病病毒的感染者 如果这个病毒 你不去测试 不知道的 或者你没有去处理 没有去吃药 或者没有接受治疗 其实呢 就会不断破坏 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去到后期阶段 大概平均就五至七年左右 完全你不知道 其实是没有病症的 可以在五至七年里面 然后呢 去到后期阶段 其实呢 就已经是开始病发了 病发呢 其实呢 就例如呢 刚才说过了 那个CD4指数 如果低于200 和一系列呢 我们叫做 刺激性感染 香港或者世界呢 最主要呢 就是肺狼虫肺炎 真菌感染 又或者是肺结核 那些呢 那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这些病呢 对于一个正常的 一个免疫系统的人士 其实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不过就特别 那就因为 就是 免疫系统受到破坏的时候呢 很容易受到这些病 就是这些细菌 或者病毒的感染的 那如果是一至两种 这些持基性的感染 又或者是低于CD4的指数 你得到200呢 那在医学上呢 就可以确诊了一个 外肢病病法的患者 是 那去到做测试 就是可能尽早找到 自己有没有这个 就是HIV病的病毒 是不是一个病毒的感染者 那当然了 其中一个目标就是 希望就不要将它 变成了真的一个病人 才去处理 但是同时间 会不会 除了这个目标之外 其实一个感染者 如果一早知道这件事 对于自己的身心方面 都会有些重要性在那里 都是的 因为其实首先 如果它控制得到病毒的话 其实它的身体状况 就是生理状况 其实都是保持到一个好的水平 其实和一般人 是看不出有什么分别的 自自然而言 其实它们 都会有这样的体力和力 去做一些 他们想做的活动 所以都可以维持到的 或者我也要补充 刚才说过 只需要接受药物治疗 现在医学的药物 是很先进 很有效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U等于U 如果是一个患者 不幸 那就没办法了 你要知道 你要接受治疗 那其实那个药物 是有效去压抑体内的病毒 大概 我们统计到 半年至一年左右 其实大部分的环节 都可以去到 叫做 不能侵测 Undetectable 就等于 不能传染 Untransmittable 这个阶段 就算是有性行为 就算是无保护的性行为 因为病毒太低了 已经太低了 低到每一毫克 低于200个病毒的量 其实已经传染不了人 再加上病毒已经压抑了 没有那么低了 它又不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其实它也不会发展到 去到后期晚期的外肢病阶段 所以 其实跟正常人的健康 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所以就经常宣传 及早预防及早发现 如何去发现呢 希望可以对点地宣传给全港市民 甚至我们叫做一些高危的族群 知道 其实很方便 就是现在不用你预约完之后 要留一天在医院那里做检查 一些行为 会不会带来一些感染 外肢病病毒的风险 测试我们会用一些 刺手指的形式 是手指彩血的 整个过程 只是等结果的过程 可能大约是十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就会回报结果给他听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留意一下 他自己有没有一些紧张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感染风险 或者一些外肢病的咨询 藉着这个测试 整个过程 是告诉受众者 知道他们的感染风险是怎样 以及会不会看回结果 那会不会做这个测试的结果 其实可能是所谓的阳性反应 其实都已经是可以确定了一件事 还是可能都会跟其他的病理 都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我们视乎他跟他们说的时候 究竟他们对上一次的不安全性行为 是什么时候发生 因为其实外肢病病毒 本身是 刚才也说过 存在三个月的空窗期 如果他对上一次的不安全性行为 是在空窗期之内发生的话 其实那一次的检测 未必准确反映到他的身体状况 我们会建议他过了空窗期 做多一次测试 会最稳定的 如果是如何去确诊 真的感染了HIV 我们提供的是一些西检 一些快测 其实是一个初步的检测 虽然准确率高大99% 过了空窗期之后 不过我们如果真是 万一有一个正确的结果 我们就会进行一个 叫做化验室的化验 去抽血 去到政府化验室 如果真是抽血去到做化验的时候 然后真是一个阳性反应 那在医学上的解定 都会确诊为一个HIV的感染 明白 在医学上的要求很高 跟阿猫说 你的儿子口的狗分已经很厉害 那不行 我们要先做那个抽血 但是在你们接触的一些个案当中 很多时候你问他可能都知道 因为大部分都真是 不安全性行为里面感染了 但是他们是否真的完全低估了 这件事 不是啊 好像刚才你这样说 只有一个性伴侣 或者各样 他们没有去着紧 原来这件事真的 风险的传播率是这么高的 会是 刚才我们忽略了 有些男士女士都是 尤其是譬如说 我是单一性伴侣 我是太太 我是老公 或者是男女朋友 所以就不用安全套 没有做保护措施 这些就低估了 因为坦白说 你都不知道 那个伴侣 他除了你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伴侣 他有没有做安全措施 或者其实那一刻 那个跟你有性接触的男或者女士 那他自己的HIV 那个情况是怎样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他就说没事了 他就跟你做一个 没有安全 没有保护的性行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整天就会有低估 或者有些人觉得 刚才我说的有些标签 或者有些误解 我以为都是男男同性才会有的 我男女就很低 其实不低的 因为你刚才 嘉飞说过 虽然上一季感染率低了 95个个案 其实有20位都是女士 20位都是透过异性性接触去感染到 所以这个也是低估 明白 稍后等大家都可以了解多些 还有究竟香港外资病基金会 他在这个目标和方针里面有什么计划 可以帮到一些朋友 甚至他的家人 绝对回来继续请两位和我们说 继续回来《精灵一点》 有很精灵的余日峰和叶韵怡 主持这个精灵一点 今天这个健康人物专访的时间 和大家关注多些外资病的最新资讯 如何去做这个检测 如何去预防 以及令到自己的病毒量 真的控制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就是最好的 今天我们请来 就是香港外资病基金会的总幹事 黄文达 以及他们的高级项目主任 艾嘉辉和我们谈谈 欢迎两位先继续 两位好 不如说一下 你们基金会的工作 我觉得都应该是很广泛的 就是做教育也有 实际去协助一些 朋友可能感染了HIV病毒 如何去面对这件事 整个进程 但是刚才我听到一点 就是嘉辉说到 就是那件事有个空窗期 如果他想做这个检测 或者做完之后 暂时今次是OK的 看上去好像没有 但是世民之后 对上一次的不安全性行为 是什么时候呢 那一听到空窗期 我就会想 如果我是他 一定很担心死了 要等一个月之后 那一个月很难熬 简直是度日如年 现况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有部分的确是会说 其实都要等多一至两个月才做测试 他们都很心急 但是在我们的 现今的一些快速测试的工具 的确是三个月空窗期 就是过了三个月空窗期 才比较 就是较为准确的 去到99%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都会呼吁他 在这段时间 如果真的要有性行为的时候 一定要用安全套 保护自己 亦都保护他的伴侣 我们刚才一开始 黄先生都提到 其实艾滋病的医学上的处理 其实一直都在改变 一直都有一些新的进展 我相信你们的工作 其实都 当然了 这个其中一件事 会跟随改变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你们看到自己的工作 那个转变 或者一个进程的最大的 看到有什么分别呢 分别呢 因为其实我们基金会 就已经成立了31年 不是 32年 那我们1991年成立 那转变很大 因为当年 刚才也说过 基金会 就是HIV 或者是 外肢病 是绝症来的 那时候我们 我们的基金会 成立就是帮助 一些患者 因为他们有很多医疗 可能很多 或者善忠 这些服务 自从1996年 大约 发明了 《鸡味酒疗法》 和大家先生 博士 他已经大大改善了 患者的健康 那其实呢 我们就更加是 转了去做一个教育 预防 和一些病者的支援 病者的支援 其实占我们的工作 比重很大 因为其实呢 越来越畅明 因为那个感染者 和普通人的正常健康的人士 健康分别不大 所以 但他们仍然有很多心理 或者情绪方面的支援 那我们集中在这方面 去着手更多 其实想了解 你们怎样做病者的支援之前 可能都想知道 如果是一个HIV病毒的大菌者 他面对医疗 或者其他生活日常 会是怎样 例如多久要去见医生 多久要吃药等等 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其实如果是 譬如基因会服务 如果真的有患者 我们由我们 中心确诊 或者在其他的机构 是转介过来 医院转介过来 那我们就会 首先提供一些情绪的支援 或者心理的支援 这是最重要 因为其实刚才说过 对于健康的情况 未必是有即时的影响 但心理真的很大压力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很快死 会不会很大影响 我们提供一系列的心理 以及情绪的支援 接着我们的服务 会有一些陪诊 可能陪那个患者 走一段最开始 因为其实我们说要吃药 但我们要咽血 或者看病毒量 然后去见医生 医生看看你的情况是怎样 然后给你开药 开头的时候 大概每三个月 都要重复做 这个情况 我们的社工同事 就会跟他们做一个陪 他们走这条路 陪诊 告诉他们医疗的流程 什么时候要抽血 抽完血之后 什么时候要见医生 然后要药期 下次什么时候 做复诊 这个就是我们很具体做一些的服务 都想问一问 我想很多真的大众都想知道多些 就是如果真的 试验到有HIV的病毒大群 然后下一个进程 就是我吃药了 希望可以控制 刚才你说很重要的病毒量的水平 一般来说 看到是不是用药之后 那个病毒量控制 都是向好的呢 比如十个里面 可能七个都有很好的反应 有没有这方面的数字 那就视乎 或者朋友 他那个服药的依从性 就真的要定时服药 每天都要服药 如果真的定时定后服药 或者有个健康的生活 或者情绪很好 或者睡眠 休息 健康 都好 其实那个身体 去到 刚才我说的 U等于U的水平 就大概是半年至一年左右 那就去到一个病毒 受到压抑的一个水平 U等于U的水平 是 那就是药物 医疗上 就有专业的医生朋友去做 刚才提到 就是那个心理方面的质素 如何维持一个好的状态 你们都着密很多在里面 其实你们看到 可能这批人士 就是戴困者来说 最重要他们心理上 面对着什么挑战 例如会不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甚至乎再实际一点 学业的工作等等 其实都会因为 带菌的身份 而带来一些困要 那其实呢 现在那个 刚才我们最主要 最大的挑战 其实已经未必 真是健康的问题 因为其实如果真的有 服药 有很好的医虫性 其实我们不担心 就是那个情况 或者有些患者 可能有些 一些药物的排斥 或者是 对于效果不是那么好 或者有些患者 可能同时 可能有其他的 濫药 可能对于他们的情况 也都是 不是会更加理想 是 但是如果 只要他们是 定性服辱 医虫性 其实呢 对于那个身体的情况 就已经是 很好 不过 最主要也是 那个 最大的挑战 就是 那个情绪 和心理的方面 因为刚才说过 有标签 或者他不愿意 去公开自己的病情 或者可能在朋友 不可以去公开自己的 HIV 那个情况 是怎样 家人也可能 怕他们担心 因为他自己 可能明白的 但是怕人担心 可能有些孤单 所以 就是自己的情况 不可以去和别人说 那 另一方面 就譬如 如果是发展一些 一些亲密关系 或者是情侣的关系 那就 他会面对一个问题 更加困难 因为其实 那个伴侣究竟 可不可以接受 你这个HIV的身份呢 或者 虽然他U等于U 但是就是 HIV 就是投入性接触 去串染的 那 怎样可以 很坦白 去和伴侣 去说 这个也是 成为一个病患者 很大的心理压力和挑战 甚至乎 我在想 会不会有一些个案 就是 你所说的 那个状况 可能伴侣 初听的时候 都应该没问题 但我想了解多些 一带她自己的伴侣 过来 不如由你们 帮忙说说 事情是怎样 是不是都有 有啊 我们的情绪支援 其实我们说的是 英文我们叫P-L-HIV 就是 活在HIV生活的人群 不仅是患者 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朋友 我们都叫做 受HIV病毒影响的朋友 我们都会提供支援 或者辅导 我们社工的同事 就会帮他们走一段路 就算是他们家人 朋友 伴侣 其实我们会提供 一系列的支援 透过类似传媒的机会 或者是一些人 带一些朋友 来到你们的中心做测试之外 你们自己 可能很多时候 都需要走到社群当中 社会当中 这方面 其实是不是有些不同的活动 会定期举行 Sonna之友这个正 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 嘉辉 其实Sonna之友 我们留意到 男同志族群 其实很多时候 都会利用一些社交媒体 一些即时通讯的软件 甚至一些交友的程式 互相去认识朋友 他们认识朋友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Sonna是其中一个 他们会去的一个 序脚点 一个消遣的地方 我们留意到 他们有这个习惯的时候 不如我们就 搞一个Sonna之友的活动 在一些Sonna 比较多Sonna的地方 我们就去搞一个 测试活动 可能在旺角区 因为比较多Sonna 我们就泊车在附近 希望有些招募他们 去Sonna前 或者去完Sonna之后 做一个测试 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那应该成效不错 是不是 反应都 成效不错 很好反应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担心 究竟自己的情况是怎样 既然近在紫尺 走一步 走下楼梯 已经有一个 免费的检测服务 所以我们这个服务很受欢迎 如果你要叫他打个电话 各样再约 的时候 不是没有这批人 他的动力就慢了一点 是的 不过有一个 听到这里的时候 的问题需要问 就是 一路说 可能担心 就是男男 男女 这个性接触的时候 都会有机会 就是 有这个风险 就是传播HIV的病毒 但是如果 女同女的 这个性接触 那那个风险又是怎样的呢 坦白说 就是 如果是女同女的 一些性接触 就 风险是极低的 因为 其实我们在说 HIV的感染途径 或者渠道 主要是一个 插入式的性行为 是一个 性器官的插入式 Insertive Sexual Intercourse 这个情况 但是 女同志 女女方面 就不牵涉 这个插入式的性行为 所以 女同志方面 性健康方面 更加是多 是其他的 性传染病 例如 臨病 或者医院体 或者是 一些包疹 这些 那就比较少 HIV 因为HIV 特別是 一个插入式的性行为 是会感染到 是 明白 那大家如果想真的 做这个 免费的检测的话 都可以联络 就是香港外资病基金会 那今天 都透过这个时间 让大家了解了很多 如果大家还是有疑问的话 就不要放在心里面 不如开口 多问多几句 了解多一点 对吧 如果需要做测试 都要主动走出第一步 越早 发现这个病毒的可能性 这个治疗 和来附近的身心道路 都会走得更加好 是的 接下来我们香港吸烟语健康委员会 和香港电台第一台 精灵一点也有合作 介绍一下这个无烟文化 我们有AI的精灵大事 Victamin和Calsium都会出场 这集会谈谈无烟工作间的好处 无烟零仙企业 这集中一页 陈博士你好 请问声音画面清不清晰 你好 Victamin 声音画面都很清晰 就跟我们的无烟信息一样 都是这么清晰 大家好 我是AI无烟精灵大事Fireman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香港无烟领先企业大奖2023 筹备委员会主席 香港吸烟语健康委员会副主席 陈志求博士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大奖 想问一下陈博士 企业鼓励和帮助员工戒烟 有什么好处呢 Victamin,好处就多了 我们先谈谈数据吧 香港每年有近7000人 好像有人要加入我们的视像会议 我知道…陈博士想说 香港每年有近7000人 因为吸烟或者吸入二手烟 而人质的疾病而死亡 所以为了员工健康 提升工作效率 企业鼓励员工戒烟 是百利而无一害 这位先生 你对吸烟造成的和学都很了解 请问你是… 陈博士,他是靠时任 跟我一样都是AI 以人类关系来比喻的话 他算是我阿哥 靠时任他思维比较跳脱 很喜欢问问题 希望陈博士多多包涵 阿妹,我哪里跳脱呢 是你为人稳重而已 陈博士,我想问问你 如果有员工要吸烟 即是放弃自己的健康 其实大可以由他 最重要是帮到公司找到钱 那为什么企业要鼓励 员工戒烟呢 关心他们的健康 真的帮到企业呢 JOHNCALSYUM 做人目光要放入 entwickel 鼓勵员工戒烟 不单保充保障它的电子 及家人的健康 对企业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折散经营成本 改善形象 还可以为香港市民的整体健康 提出一分理 所以这个事岌道是绝对值得做的 減少損失? 陳博士可否多說多一點? 剛才我們提到 香港每年有近7000人 因為吸煙或吸二手煙而死亡 當中造成的經濟損失 高達約56億港元 相等於香港的GDP 0.3% 當中的損失包括 因提早死亡而損失的生產力 吸煙引起的病價 醫療和住院的費用等等 還有,在2017年 就有800多宗因為不小心處理 或是棄置煙頭、火柴和蠟燭 而引致的火警 實行無煙工作間就有助減少火警 又可以減低冷氣和通風系統 因煙灰等污染物所造成的損耗 大大降低公司 用於維修和保養設備的開支 造成三贏的局面 所以將無煙文化納入企業文化之一 真是百利而無一害 原來企業推動無煙文化 有這麼多好處 陳博士,我有個建議 就是頒獎給這麼有心的企業 你說好嗎 當然好,企業願意擺心力和資源 去推廣無煙文化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真是很值得表揚 其實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自從在2011年舉辦 香港無煙領先企業大獎 表揚致力維護員工 和社會大眾健康的無煙領先企業 亦鼓勵商界持續將無煙訊息 推廣給員工、客戶、社會大眾 和不同的持分者 那怎樣才可以獲獎呢 我們會有由政府、業界 以及學術界等專業人士 組成的獨立評審團 選出無煙領先企業金獎、銀獎 和優異獎 近年企業發展亦講求ESG的概念 即是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 除了公司自身發展之外 企業亦注重如何對社會產生 更廣泛的影響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是設有 揭出ESG無煙企業參與大獎 鼓勵企業推動無煙政策時 加入ESG的元素 甚至更進一步 在公司的ESG政策中 包括無煙推廣 關顧員工的身心健康 提升工作表現和專業形象 讓企業和員工共同得益 聽完陳博士這麼說 香港無煙領先企業大獎 真的很有意義 不過企業要怎樣推行無煙工作間呢 好問題 我們下集再說好嗎 無煙領先企業 《揭開健康》新一頁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 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 請繼續收聽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M高速電台網上廣播放